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女子为其甲鸡联赛分为四个阶段 一共要进行十四轮的比赛 第三阶段的比赛来到了美丽的张家界 在五天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四轮比赛 来自全国的八支队伍汇集了中国女子为其所有的顶尖高手 从文凭某女瑞乃伟到女子世界冠军张全 叶贵 以及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李赫 王晨兴 陈一鸣等系数披挂上阵 张家界是贺龙元帅的顾礼 在这次红黄蓝张家界战的比赛期间 张家界市政府还专门发行了主题为 贺帅顾礼体育之乡的纪念风 长浩 华学明等国手还与当地齐迷进行了指导期交流 好 看过了美丽的张家界 我们再来一起欣赏精彩的对局 对局的双方呢 一位是广东队的小将陈一鸣二段 她也是世界冠军陈耀叶的热恋女友 那另外一位呢 是来自江苏队的小依儿于之营四段 好 我们就接下来呢 请上两位讲题嘉宾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由我和王源老师 为大家讲解第一届中性之夜杯 中国女子围棋甲职联赛的第八轮 这盘棋的对阵双方呢 分别是 天宇园林江苏队的玉知营四段 对阵广东磐石资本队的陈一鸣二段 这两位棋手呢 应该说都是实力非常强的 在此之前呢 也夺得过非常好的成绩 王老师 这盘棋应该说两个人都发挥了 他们应有的水平 是 是 是 我觉得咱们这个中性之夜杯啊 第一届中性之夜杯女子围棋甲联赛 这个比赛啊 特别棒 那么刚刚开始第一届嘛 第一 他这个职业联赛和男子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男子呢 他这个叫做分战赛 是吧 他是 因为这个女子呢 是赛会制的 男子呢 他是主客厂制 主客厂制 对 这个女子从明年开始第二届呢 他就成了主客厂制 主客厂制 对 对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登陆嘛 对 第一届 那么第一站呢 是开幕的时候在北京下 下来是三盘还是四盘啊 嗯 三盘 对 然后第二阶段 第二站呢 赛会制又是在北京下的 对 前面两个阶段总共下了七轮 对 但是时间相隔都是比较长的 是的 是的 那么第三站呢 是在湖南张家界 嗯 没错 张家界在11月这个中旬 嗯 下了四盘 这个就是在张家界下的这个四盘棋当中的一盘 嗯 非常好的棋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啊 我觉得大家看棋都看得比较多啊 但是男棋手和女棋手的棋 它是有区别的 对 第一个是从禁忌 从禁忌 有禁忌就有高低了 从禁忌这个角度来说呢 你也不能一言这个以蔽之 说女棋手的棋比男棋手的棋就是要低一点 不能这么武断 因为毕竟女棋手也曾经在男子围棋这个比赛当中登顶 也有过的 先例是有的 我觉得单纯这样说太平面了 但是确实呢 他还是有一个就是男子围棋在竞技方面更具优势 这毫无疑问的 是吧 是的 是的 但是女子围棋啊 他情感更丰富 就是这一点啊 确实从其的招法上都能够看出来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是欣赏棋局的话 还是要超越胜负 超越高低 然后全面的用这种眼光来品味围棋才更有意思 对 行 我们现在就看他们这盘吧 这个江苏队啊 也就是欣赐银所在的那个队呢 他现在是排名是第一 第一 所以说呢 这个欣赐银还有另外一个江苏队的成员是王成兴 他们两个人战绩都非常好 对对对 尤其欣赐银胜利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这个联赛我觉得也体现出了他的水平 对 他是等于是16岁 16岁左右吧 97年 97年 16岁少女 非常小 而且围棋下得非常好 当然陈一银围棋也下得很好 那么下面一周棋 手脚 这几周看不出性别差异 这个也看不出来 白棋在这放个出玻璃 我们接着看挺有意思的 黑棋挂脚 对 然后这个是时髦的像 之前呢 在这样的布局当中挂完脚就点三三 一般是白棋下的比较多 是的 就白棋挂黑棋的那样比较多 现在倒过来了 对 黑棋搬一个 同样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比较时髦的定型 是黑棋还是白棋 其实这里边也有文章 因为毕竟黑棋先走一招 对 也有文章 这个就 这反过来显然不同 没法展开说了 此外就刚才我们设计到的 男棋手和女棋手的棋 有些时候 你会能够看得出 黑棋加一个在这 这个就是现在时髦的定型 他一般他再拆 然后白棋在这 虎 对 虎 这个是变化之一 这个角呢 黑棋就暂时不补了 因为里面白棋吃不干净 至少是给打结 所以黑棋呢 就在这 对 特意来限制白棋 中国球的发展幅度 白棋硬 白棋跳一个 黑棋拆回来 拆了 那么白棋就应该走这个了 是的 他实战是分头了 实战是分头了 但是也可以挂脚 也可以挂脚 也可以挂脚就不行 他就被逼住 是吧 走这个 他就直接点了盖住 直接点 里长浩流 这个 在这个格局当中 这个点了盖住 我觉得基本上 棋界可以把它命名为 里长浩流 现在当然大家见了很多了 它非常高的一个价值 就是对于拆二的 这个棋型的一个透视 所以有的时候 我给大家报告 这个棋上的一些线索 一些情报的时候 那么有的时候 我就这样说 过去的棋 比方说从上个世纪 这个四五十年代 到现在 可以说是现在的棋 和过去的棋 是有些不一样的 分水岭呢 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过去的棋 和现在的棋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对于拆二的认识 那么过去的棋 认为拆二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当中都是基本上安定的 既然它基本上是安定的 一般就不会对拆二 做文章了 2000年以后的围棋官呢 就是突然发现 这个拆二 你是不见得会死 但是你也没活得很舒服 所以他进攻方 对于拆二想进攻的这方 就加大了做文章的力度 没错 那么这个先和是谁开的呢 确实要感谢李昌浩 就是李昌浩这个布局 基本上是模模糊糊的 这个带动了这么一个潮流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李昌浩能够开创这种先和 很不容易 因为首先他这个下法 是对于拆二的理解上的一种颠覆 对 然后他这个手法之后的后续手段 还有很多 所以说能够开创出这种下法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对 这个是围棋盘上的一些理论范围的东西 如果非要较真呢 据说在李昌浩之前 我们的王磊八段 跟李昌浩下的时候下过 但是他不是续盘阶段第一时间下的 是中盘已经形成某一种格局了 然后王磊很漂亮的一点一概 也许李昌浩通过内盘 其实受到一些启发 对 那么后来他就开发出了这个下法 但是我们把它命名为李昌浩流 我觉得也可以 是的 行我们接着看吧 白棋袜 叫吃接上退 这都是正常的 白棋在叫吃 断打 白棋在长 然后白棋直接就进角 白棋就脱角了 是的 白棋是鱼之银 小鱼 他就在圈里叫小鱼 鸭头非常好 黑棋是 外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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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陈宇明这外搬也很有气势 这招棋呢 其实内搬也可以吧 小乔 我觉得内搬 内搬白棋大概会长出来吧 对 他内搬别的就不管了 对 他找两条理由就行了 就是第一条理由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如果是小飞的情况下 人家脱 这个李搬也是有的 但是毕竟空间小 外搬更多 是吧 小飞的时候 他第一个理由呢 是大飞的时候 其实里边搬 已经是可以了 手脚已经不错了 是的 那么超大飞 第二个理由 那你这个就 内搬就更没问题了 按理说是这样 但是呢 陈宇明我估计 他因为学问也还是很深的 是的 是的 他可能考虑到和这一代的关系啊 也许将来什么时候被人家拖一下 觉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干脆就外搬 这外搬当然也可以 他外搬呢 我觉得他是想要取势的 黑旗总体的这个思路而言 而且呢 在这一代 点了盖住之后 黑旗是有一些后续手段的 那么这后续手段呢 也是跟取势有关的 所以说上方呢 他想贯彻自己一贯的思路 对对对 都可以 但是这个外搬 我看到一点点女性的特点 就是情感方面的东西 有一点点 但是我说不清楚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共同的那种印象啊 行 那么外搬也是一招 白旗搬一个 搬 黑旗沾上 沾上 这个定型很奇特啊 二楼虎 过去外搬的时候嘛 如果是这样 那黑旗搬了 白旗就藏进去就行 像白旗呢 小鱼也一定要搬 这个地方 很有意思 他一虎 是吧 他一搬 白旗再一搬 挡住 对挡住 下面一条旗再一搬 总的来说呢 你看黑旗 他关键是 在白旗连搬的时候 就要直接上 他不能吃 这吃了不行 断打一断就出旗了 这个要争死了吧 对 争死 必须要看争死 这个变化 我们要不要摆一下 简单摆一下吧 简单摆一下 白旗断打 断打 黑旗 无论是接还是提吧 随便走一个吧 干脆提就把他脚上吃死了得了 好 局部是死了 但是白旗下一刀有个断 你这也来一下 这都是你的 他两个刀把骨 这个形状长得很丑 很难看 长一个 再压 压 下一步要搬死你 你只有走这个 因为你夹这些手筋没用 他冲两下就 哗啦啦冲两下搬死了 你只有搬 然后这就形成一个针子 就要吃 是不是 对 你只要吃你必须尝 然后拐 再一拐 完 你不能说 你又胡起来 然后人家弯出来 先生你要跟他打这个截 这太勉强了 实在是 过于勉强 不能这样下 对 所以这个不行 虽然黑旗子多 但是它旗子之间的配合差一点意思 不能动墙的 对 那么既然是了解了这个变化 我们就发现在白旗搬的时候 黑旗叫吃一下 接上 然后这条旗就不能吃 不能吃就只能退 好 这一退 白旗是先手活 脚上已经活了 是的 因为你爬进去 他一打这边有瘾 对 你什么时候打吃这个 他吃这个 他就活了 是吧 就一目了然的 这变成白旗先手活 先手活 先手活 当然也不能说白旗就优势 但是它至少不差 是的 白旗现在拍吃这个 它这个有多层含义 我后来看这排旗的时候 因为之前要来给大家讲解 要多看一下 发现它这首旗还是挺有深意的 就不单单的 它是吃了这两个子 加强了自己 削弱了黑旗的后事 还跟那个脚可能有些关系 我后来是这样认为的 对 当然这一叫吃完了之后 一路斑 对于脚上来说 那个打结杀 是吧 黑旗就早晚要补一首旗 是的 行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旗爬了一个 黑旗爬 那么白旗当然是打上了 黑旗甚至还可以吃一个 就是吃了 是的 然后白旗打吃 白旗打吃 这个就很清楚了 你如果黑旗要提 那么白旗这个地方就作活了 对吧 这一招就作活了 行 这样就算暂时定型 接着黑旗下一招 翻吃这个 翻吃 这是他 想往已久的一首旗 我觉得 对 这个就是对于白旗的一个挤压和欺负 没错 没错 就这个旗行呢 黑旗虽然是一个无右角 比起单关脚来 这部旗的压力要稍微小一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翻吃对于白旗这块旗 还是具有进攻的效力 是 他要逼你马上你得做活吧 要不然这块旗再背我走一个的话 那就有点 那就危险了 就是下成这样 基本上这个样子 白旗那么多旗 但是没有活透 是的 但一旦你用这个方式交换完了 你去活的话 我们发现黑旗这个势力 就确实有顶天立地的意思了 它全部贯通一气 这个全局黑旗的压力是很大的 给白旗造成的压力很大 所以小秋刚才是说了 这招旗很有生意 就叫吃是很厚很有生意 但它并没有说它是最好的一招 因此另外一种下反 白旗当然也可以补吃这个 在这一段选择从容的方式出头 比方说就并一个也可以 这个旗型那就补齐的话 白旗并一个是最厚的 因为这样的一只铁眼 两只铁眼 两只铁眼摆在那里 你对它永远没有任何攻击的效力了 是 这样也可以 行 它下了这个 那么黑旗当然落打 白旗这个那就要保留 想办法腾挪做活 这个下的比较积极一点 但是双双这下的非常精彩 是的 白旗反扳 那么黑旗 这个反击很有力 这个时候 黑旗可能是很想冲出来 大家可能觉得 为什么不能冲出来呢 但是不行 被人家一段 看他怎么不行的 被人家一段 你就没有下一手了 不会了 这个被人家恰吃就完了 这旗型就怪 下成这个旗型 我们发现有的时候 人多反而是坏事 是啊 如果说实话 要是黑旗没有这两个子的话 这个变化是可以接受的 对 反而可以接受 两手旗啊 但是你有了这两手旗 反而不行 这怎么办呢 接不上 你只能提到这儿去 你的旗子全部报废了 这个是确实受不了 所以这二路一段 黑旗没有硬手 它只能接回去 只能接 但这个不是说白旗就很好 只是说黑旗不能够用最强的手法 只能单接 拐 拐过 那么黑旗就要挡住 爬回去 挡过去 这个时候 假如说黑旗要接上的话 王老师 他这个是不是太 对 因为 这个一看这个形状 变化很多 别的特别复杂的计算 这些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感觉呢 就是打了能够接上 这儿有个卷 这一块可以弃 对 我只是想这个思路 我觉得也是这样 比如说你实在太复杂的东西 你不会你就吃过 就这个就行了 这个只撞墙很痛苦 是 然后你还得去吃它 这个吃还不知道怎么吃的 先爬这个大概可以 然后它就开始卷 对 卷了虚加就行 是的 所以这期黑旗大概是不太好 大概是不太好 吃掉也不一定好 因为它就虚加 比如说这样 其实您要打之前 您可以先打吃 先打吃 先虚加 先打吃 等它逃 然后再打这个 先把它打成一团 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下法呢 因为黑旗这招棋太大 就是这招棋啊 白旗下去 和黑旗把它堵住太大 每一个旗子 黑旗都刚好 而这个地方呢 看起来没有那么大 所以从思考方法上来说呢 我觉得陈寅宁这个表现 当然实际表现 它下了这一招 当然很好 对 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呢 发现 黑旗不要考虑 这个鱼形接了去吃它 我觉得这个思考方法 在我看来更好 就一定依据这个 就知道下一招 一定要下这个 爬回来 那么白旗提掉 黑旗长一个 是 断档 接上 下得很精彩 然后靠 是吧 这个靠二式手筋 是 必须靠 吃掉 靠一个更好 这个旗形象 它是靠的吧 对 它就是靠的 然后白旗在 这个也很狂 头上顶它一下 漂亮 这个小女孩下得起 不管怎么说 这个叫紧凑 漂亮 下挺好的 确实 因为这个时候黑旗没法动 你的脚上的气很紧 是 你比如说你想扳吧 被人家一断 你就不会动了 你只能打完了 都缩回去 人家拐上面 把你蒸掉了 那根本就不行 对 所以你如果单缩回去 那就不用说 人家党上面 大概也只能拐出来吧 对 这个很 他们肯定下得很过瘾 是的 刚才说到这个性别的差异 下边我要说的倒不一定是性别差异 就是女棋手 都比较偏向于喜欢那种激烈的 漂亮的东西 激烈的漂亮 像这个层面 他们都非常喜欢 当然男棋手也是这样 男棋手 现在哪一个棋手不是战士呢 都喜欢这种变化 非常复杂的东西 所以这一点倒是还看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个外班 确实女性特征比较明显 还比较情感更 你比较倾向于内班 内班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理由要内班 因为她还是要下外班 行我们接着看吧 很精彩 下边一招棋 这个小鱼是接着贴 哇 她接着贴这个 我觉得她可能这个时候有点纠结 她到底是应该先冲 还是先贴 是 是 是 你如果先冲呢 人家肯定挡住 这很漂亮 肯定挡住你 你如果再贴呢 她可能就回去了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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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回去当然也悲躬屈膝 有点难受 也不是很舒服 但是这一下 这个你很舒服 她又怕下了这个 他们老师下了要缩它 这一种棋不到万不得已 怎么能下呢 可是她不下这个又换不来 这个结果 对你走不到 这个结果也很爽的 她护一下 对 这其实决定是打还是点 哎呀 这个我简直搞不清楚 可能只好打 打吧 那就 就搬 再搬 接上 是 就这样 对 不是非常好 这两下有点触目惊心 是是是 有点触目惊心 但这个下法呢 就是说这两下损得很猛 但是底下的木数会好很多 好很多 但实战的下法呢 它是先贴的 对 实战还是只好实战这样 先贴 这个余智英这个地方下的很 还是对的吧 对 长 然后他再冲 这个冲就酷了 按理说你要挡吧 然后再一冲 再一冲 你再拐 那再一冲 再一冲 哇 这他把你提掉了 你只能尝吧 你不能把底下死了 就把人抓掉了 那这样 是大成功 是的 这黑棋当然断然不能接受 对 所以说呢 黑棋 你既然已经